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中一個生物就是 人稱為萬物之靈 因為萬物之靈就是有腦 懂得思考 但是這個說話是不是真的呢? 我們甚至乎再聽過一些比喻的故事 我記得有人拿來跟小朋友說 只是靠萬力勤力就沒有用的 我們這次主題是說蜜蜂 這個故事就跟蜜蜂有關 蜜蜂就夠勤力了 但是如果你把蜜蜂入到玻璃瓶那裡 把玻璃瓶的瓶底向著有光的方向 你發覺蜜蜂就不懂得轉彎的 就死去向著有光的方向飛 但是有光的方向就剛剛被玻璃瓶的瓶底封住了 明明玻璃瓶另一邊是沒有關門的 它都不懂得向著另一個方向飛一陣 逃出了玻璃瓶才去離開玻璃瓶的地方 相比之下如果你把蜜蜂放進去 蜜蜂就聰明了很多 它一陣子就懂得想到 不要只向一邊飛 調轉向另一邊飛 你試下找出口 接著就飛走了 這個故事純粹就是教導小朋友 不要只要勤力 一定要有腦 懂得轉彎才行 變成在這個故事裡面給了一個套版印象 告訴別人 蜜蜂只有死蠻的一種勤力 就不是很有腦的 但是在這次這個星期 和先前一些相關的研究公佈出來的結果 蜜蜂的智慧遠超我們的想像 而且那個智慧不是只體現在單一蜜蜂 而是可以體現在一個蜜蜂的群體 那究竟是不是只是人作為萬物之靈 才能夠表現到群體學習、群體智慧、傳承經驗呢? 是不是原來蜜蜂都可以呢? 現在似乎答案就會是是的 那它有什麼是令我們覺得它有智慧呢? 這樣的 這裡就要看一個實驗的設計 這裡要介紹兩個實驗給大家 第一件事其實就是更加較早前期 就有人做過實驗就說 一隻單一的蜜蜂呢 它是有一個基本計加減數的能力 而且譬如是加減數之中一個很基本的 譬如3-1、4加1這些數字呢? 原來你可以訓練到蜜蜂是懂得計的 那它的做法就很有趣的 它呢 蜜蜂不懂得看加減符號的嘛 你又怎能告訴蜜蜂 什麼為之加、什麼為之減呢? 原來它就很有趣了 在整個實驗設計裡面 融入了一種顏色的訊號 首先蜜蜂進入一道門前 它就會看到一眼燈 那一眼燈上面有兩顆藍色的光點 台長這裡應該不是那麼容易找到那個圖 但我就這樣解釋給大家聽 原來藍色就代表著加減的意思 但是當這隻蜜蜂看過這兩個藍色的光點 它進入下一個密室的時候 就有兩個答案給它選擇 其中一個答案呢 就是說呢 藍色的光點多了一顆 另外一個答案呢 就是藍色的光點少了一顆 就是說開頭第一個密室 兩個藍色的光點 到下一個密室的時候 就去做一個選擇題 究竟我應該選三個藍色的光點 還是一個藍色的光點呢? 如果它懂得選擇 就是現在的藍色代表它要計算加數 就是將你原本看到的光點數量要加一 如果它懂得選擇三的時候 就獎勵它 給它舔一舔一些蜜糖 如果是選錯就沒有 的而且我經歷了一段選擇的時候 它就會意識到 每看到藍色的東西 就要多一顆 得意在就是說呢 不僅是看到兩個藍色的光點 懂得和你加一顆 你如果開頭給它看三個藍色的光點 它看到是藍色和三點 它知道進去就要選擇一個 給三顆更加多一顆的藍色的光點 那裡的門進去 就會有東西吃了 那就是在這裡就看到 一條簡單的加數去計算 就是知道增多的概念 就是有了 減的概念它也懂 甚至乎可以考證它原來 對於零、零也有概念 那這個就是一個較早期的實驗 就是用來去測試 原來蜜蜂那個小小的腦 那個腦只有芝麻那麼小 就是蜜蜂也很小的 它的腦就更加小的 那個芝麻那麼小的腦 裡面擁有的神經元的數量 是少過一百萬條 不要忘記了 相比於人腦一個腦 是有裡面的神經元的數量 就等於多少呢? 就等於我們這個銀河系裡面的星的數量 就是應該是十的十次方 那個數字大約是這樣 就是一後面有十個零 就是十億 那對於蜜蜂來說 它的腦的神經元數量少很多 但是它也有單獨的蜜蜂有什麼學習能力 接著講到現在台長展示出來的這個裝置 這個裝置是拿來給一個實驗用的 就是拿來去測試一下 蜜蜂的群體學習和教育去同伴的能力 我們經常就說 蜜蜂就在外面找完花蜜之後 回來的蜂巢那裡跳隻舞 又跳隻舞那裡就教識 其他蜜蜂在哪裡去找到吃 這樣這樣 那現在原來不止 它這個裝置是怎麼樣呢? 你當好像一個小迷宮那樣 小機關那樣 它原來就是這樣的 它如果蜜蜂 懂得按那個紅色的機關的按鈕 那個機關一開動了 它就可以吃到糖了 但是它要開動 它要令到那個紅色機關被推動之前 它要懂得繞過去後面 先按那個藍色的按鈕 就是說 控制那個紅色機關 可以不可以動後面 還有另外一個機關的按鈕 你要有那個因果關係 懂得理解這個迷宮的結構 懂得先按藍色的按鈕 按走那顆藍色 令它不要妨礙你的紅色的按鈕的時候 你再去按紅色的按鈕 你就能夠獲得你想要的東西 在這個裝置裡面 首先就給一隻蜜蜂 它自己去揣摩這個迷宮 基本上對於這種邏輯複雜程度 單一個的蜜蜂是理解不了的 我們將它擺這個時間不要太長 這個蜜蜂它基本上能夠去覓食的時間 就只有一個星期多一些而已 但是就將它在那裡已經困了兩三天 來等它試一下它怎樣去學習去解釋 解不了 就是我覺得很慘 基本上是虐待自死的 其實就是 但是有一批這樣已經學過一下這個迷宮 但是未成功的蜜蜂就訓練了出來 然後就教導這一幫的蜜蜂 就去再將這個 就是跟其他一幫完全沒有學過的 這些這個迷宮的蜜蜂去相處 結果就發現 新一批能夠去學習到 就是已經擁有了前一批知識的那些蜜蜂 又學習了新的東西之後 它再去解這個迷宮的時候 它就很快已經知道前人的經驗 然後它就更加快能夠去獲得到這個答案 所以就由這個實驗裝置在那裡 其實就看到蜜蜂那種 你不知道它用什麼語言 什麼方法 但是它那種經驗傳承的那個機制 似乎就存在在那裡 哪怕只是一個比芝麻更加小的一個腦袋 它那個群體學習智慧的能力 原來是有在那裡的 我們現在就是第一次看到就是說 一個很簡單的生命體 它的腦袋可以表現到 和我們這些會運用工具 這些這樣的寧長類動物 都是有一個叫做知識傳授的能力 和群體學習的能力在那裡 但是它怎麼界定這種的 是不是有一種智慧呢? 就是說我們說我們識加減數 和蜜蜂的理解 就是我們理解蜜蜂的加減數 是不是同等的一樣東西呢? 因為這個現在你說的是行為實驗 就是說是蘇俄羅斯的年代 這個帕羅斯就是找一隻狗 鐘響了的時候就有東西吃 那它記得鐘響的時候就 口水 其實是不是同一種實驗的方式呢? 是的 很多時候我們就是 會不會是關聯度 它究竟能不能理解到 那種因果關係呢? 其實會這麼說 學習這件事情 最開始就是去理解那個關聯度 你如果說人類沒有文明之前也是 未有我們現在這種現代的那種智慧 也是 很多時候我們理解 是理解一種關聯度 就是人類開頭有耕種文明的時候 它理不理解到這個耕種文明 我什麼時候要落種子 背後的那種季節現象 原來可以是跟一個太陽系的結構 那個天文學有關 它不是理解到那麼多 但是它純粹觀察到那個周期 知道天氣洞 和天氣熱和植物生長 和它的收成多少那個關係 其實很多時候開頭 都是用關聯去理解 到了今時今日 我們也有很多人 可能爽了一些 不是太用腦的時候 就用關聯關係去理解做因果關係 是不是? 當然在這個邏輯上 我們今天知道是一個謬誤 但是我們會這樣說 我們用一個比較寬鬆些 就是什麼為之一個學習 什麼為之理解這件事 就未必下下一定需要理解到 那個因果關係的層面 可能其實就是開頭 就是說有多少的生物 已經能夠去意識到一種關聯的關係 而且甚至乎這種關聯關係 是可以一環扣一環 是一個比較複雜的關聯關係 就成為一個學習過程的開端 嗯 好的 那我們除了這個蜜蜂 可能有腦之外 因為它實際上真的有腦 但是有腦那個 就是腦是不是好像人類那樣 混作法呢 那我們就再去研究一下吧 但是如果有腦呢 是不是代表我們一定有腦電波的 我會說一定是 因為那個腦電波的來源 純粹就是那個腦神經的訊號 傳來傳去給出來的一些特徵來的 就是我們現在沒有這樣的本事 其實你問我呢 都不是我一定沒有這樣的能力 其實呢 如果講一些很簡單的神經元系統 就是講那種叫做 在海 那些海蝸牛 就是好像一匹鼻涕蟲那些東西 沒有學蝸牛的那個東西 它那種生物裡面 其實那個腦部就只有那十九條神經元而已 我們一樣可以照樣查到它的神經元運動的 那麼 它的神經元運動給出來的訊號 其實就是 如果夠強就是一種電的訊號 就是腦電波訊號 那麼不同的生物 照計有不同的腦電波訊號的 因為它們的腦部的結構不同 但是我們也會很容易接受到就是說 當那個生物是越複雜的時候 照計它腦電波訊號那種繁複的程度 就越來越多了 譬如說我們知道 你們的寵物 那些貓狗是會做夢的 那我很難想像一個昆蟲會做夢的 OK 人會做夢的 然後你會理解到 寶寶仔或者甚至乎 可能是一個猴子 寧長類動物 它們都會做夢的 有做夢的動物和沒有做夢的動物 那基本上它的腦電波 已經是有不同了 有一種就是和它在潛意識 活動的時候的腦電波 有一個就是在清醒意識時候的腦電波 是不是 那不同的物種 都會有不同的腦電波 那這個就是很籠統的說法 那如果那個物種相似的時候 我們會不會可以說 它們都會有一些部分的腦電波 是有相似的pattern呢 那我覺得這個就更加有趣的問題 因為呢 如果那兩個物種近的時候 照計一下 我們將腦部體 成為一個機器的時候 它那個機器運作完 你照計就會有相似 那當然可能兩者相似的物種 比較原來聰明優勝這個一個呢 它就會在那個相似的腦電波的那個形態之上 就會多一些更加多複雜的形態表現出來 那由此我們可能就會更加理解到 為什麼人的智慧 和其他靈長類動物的智慧 就會有分別的原因 那原來呢 大家最基礎去理解周圍世界的危機 和了解自己慾望的時候 產生出來的腦電波是差不多的 然後呢 就是我們是更加多一個層次 我們是一種 有剋制自己慾望能力 有清醒意識意志的一種動物來的 我們知道有些東西是要懂得去忍受 然後等遲些延遲自己慾望的一種生物 這樣 於是我們的腦電波結構有更加大的分別 那用這種方法來去理解我們人腦 和人的智慧呢 似乎就是一個更加能夠融合到 我們科學的觀測 大腦的那個認識 和我們人類行為三者 融合為一個圖像 那現在好了 問題就是我們有沒有能力真的 測量到我們 和黑猩猩或者和其他靈長類動物 都真是原來有部分很基本的腦電波形態相似呢 那原來這個禮拜裏面 真是有這個新聞去講這件事 就有人去證實這件事 那台長 就是這裡有沒有一些相關的資料 是講是哪個地方做的研究呢 都很多的了 就是現在我想都不是一間的大學機構做了 我們要數數了 Vanderbilt MIT 美國 這個也是美國 荷蘭 我最近從荷蘭回來 原來荷蘭真是很厲害的 是 這個荷蘭的精神科 神經科學學院 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另一間就是加拿大的西安達利奧大學 現在我想很普遍的了 不會說一間大學做了所有的事情 大家一定會有合作 而且很多時候不是維持在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可以去到老年那麼遠 加拿大一個美國 好 它只要有一份copy的data 擺上雲端 在世界上任何一個角落 你去到哪裡都逃不出那個研究的責任 是 但是我們要說的就是 哪一份子呢 在人的腦電波 其實應該有四個 我記得alpha beta ceta 另外一個我不記得了 分別是我們清醒的時候 我們發夢的時候 我們深入睡眠的時候 和半夢半醒的時候 的腦電波 那這裏呢 我自己就真的 因為我自己完全不是這方面的專家 就是究竟你說那個腦電波 那個分類的功能 和最新發現 那幾種形態分別出現在哪裏呢 我就自己不能夠一一世數了 但是呢 就是由一個最基本的那個 這個理解的概念呢 現在我們看到 人類和寧長類動物 有一些基礎的腦電波相同 其實我覺得是一件合理的事 就是如果是根據我們的演化 我們都是由一個 在遠古的時候 有一個的共同祖先 我們由這個共同祖先 有各自演化了腦部不同的 就是小小的差異 但是當自己有一個共同的淵源的時候 我們發覺由這個共同的淵源 到繼承到一些 共同的腦電波特徵呢 我反而又覺得是一個更加合理的一件事 就是說呢 我們不能夠這麼簡單的說 就是說 十個物種就是十種不同的腦電波 就不可以這麼簡單的去說 在這十個物種裏面 那三個比較近親的呢 其實他們在那個 最基本的腦電波形態 就會有一更加多相似的 重疊的地方 但是 在大體來說 我們都能夠辨認到 其實他們有一些更加深層次的差異 其實用一個這樣的圖像去理解 演化和整個老神經元的故事 我就會覺得是更加合理 簡單來說 剛才我數了三個 因為我現在看到應該多個是加碼 加碼 那它沒有提到FETA 就應該是 在這三種的腦電波裏面 都和靈臟動物都是相似的 那沒有提FETA 我的理解就是 人可能是FETA的那個腦電波 是獨有的 嗯 那這裡暫時是梁錦祥理論 我明明他 你不用這麼大的帽子 我也是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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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猜猜的 神秘的東西第一節 2022神秘的東西 跟大家見面了 今天會跟大家說些什麼呢 就是那一宗在飛機上發生的古怪事 嗯? 話說 在幾個月之前 就在一架美國的內陸機 突然間有個女人 站起來出來 大炒大賴說要下機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女人就說 坐在旁邊的那個 就不是人類 大家不下機 那就乘機人都會死 有很多網民在這裡說 就說 其實那個女人 可能是沒有說謊的 就說 坐在旁邊的一個 是一個叫Shakeshifter 的東西 那 幾圖你怎麼看呢? 這東西其實都不算是新的 以前我們向神秘的東西 都有提過的鵝獸 什麼是鵝獸呢? 鵝獸就是 可以變成人形的神獸之一 那為什麼今天神秘的東西 會說這個題材呢? 其實你想想 如果Shakeshifter是真的 會不會我們身邊的人 其實未必是那個人 其實是Shakeshifter 去模擬那個樣子的人 那換句話來說 可能有些觀眾在看的 並不是我和幾圖在做節目 而有兩個人 就扮我們在做節目 但如果是這樣 就很糟糕了 有些人就會去追究假的節目 就不記得追究我們的節目 那關鍵是 如果觀眾看完之後 在YouTube上面 他們訂一個訂閱鍵 那問題就解決了 沒錯 其實我和幾圖 就真的沒有合過 但正正就是我想說的話 其實我們兩個都不要緊 最重要是用YouTube平台 看我們節目的觀眾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按鈴鐺 按一下 我們有新的節目 就會有通知 好了 今天神秘的東西就是這樣 之後就有神秘之東西 並不是真的我和台長 不是我和台長 對不起 我和幾圖 對不起